在兩年多的疫戰 他尤其是局促 但款式上一點局限都沒有 口罩由抗疫物品 一若變身成為潮物 我都不太清楚 別人說BFE各種東西 因為我通常穿黑色衣服 通常我都會選黑色的口罩 如果上學上班就隨便一個 這些藍色、白色就好 外出如果約了人 就選擇更漂亮的口罩 我看現在口罩供應不穩定了 也有差不多的質素 多數我都看到有Level 2以上的 周圍都相信他們 相信的 款式花哩花套 但絕對不是只有看 消委會測試了30款一次性的彩色口罩 28款是香港製造 而最重要的防護功效 港產口罩表現也令人眼前一亮 這個過濾的能力 而過濾的能力就是分開 這個BFE和這個PFE 就是說細菌過濾和果粒過濾 這次的表現就明顯好過上兩次了 那個表現就是全部的口罩 都可以達到ASPM第一級的保護水平 就是說這個細菌和果粒的過濾 效率去到95% 看回跟之前的兩年比 因為以前有一些是低很多的 可能要求是95% 它只是達到60% 又或者是果粒那裏 我們曾經有樣本 只是去到38% 不過在整體表現上 還有空間去改善 因為我們看到有某一些的樣本 有19款 它們那個果粒過濾的能力 是有19款是低過這個清清 某一些廠商在它們的品質監控方面 就未去到盡善盡美 不過有6款彩色口罩 含菌量竟然超出歐盟標準 直接影響戴走的舒適度和安全度 就是說它衛生的程度就不理想了 最高的樣本是超出了6倍 有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如果你臉比較容易敏感 又或者戴了這些口罩之後 出現了問題的話 就是說你的皮膚 戴了這些口罩之後 就可能出現了一些不好的情況 皮膚不適的 最嚴重的當然是出現皮膚嚴 校委會還測試12款的烹調攪拌機 功能五花八門 煲湯也行 攪果汁也行 夠方便 它們又會怎樣選擇 我們相信有品牌的那些 很出名的品牌 同一個不出名的品牌 大家都去選一個知名的品牌 你會不會選一個 真的不太懂那個品牌的產品 但它們無論是攪拌能力 安全程度都表現懸殊 其中價錢最高 4000多元的德國寶烹調攪拌機 整體烹調表現 五分或滿分 它只得三分 這次我們的測試明顯地告訴我們 價錢跟那個產品的表現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一些比較便宜的產品 它的表現可以是高過一些比較高價的產品 又或者是跟它們的表現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明顯也都看到 小型的攪拌機 整體的表現就比較信息一些 有兩款是發覺它們攪拌的時候 也都不是可以將一些食物可以完全攪碎 在看一下 熱鬆 首先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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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